內湖的辦公大樓外看似正常 但遠遠走來兩名黑男子 刻意繞到旁邊人行道 接著趁人不注意 溜進航運公司大樓地下停車場 短短幾十分鐘 兩個人跑出來 外頭計程車在外面接應 兩個人在短時間內 就偷走現金200萬 車窗玻璃 車內現金新台幣200萬元招竊 本分局接獲報案後 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轄區發生重大竊案 內湖警方到台中一間汽車旅館 抓到兩名嫌犯 他們涉嫌偷走 知名航運公司主管200萬元現金 釋放在3月8號 被害人叫車放了200萬元 懷疑是司機兼好友 疑似內神通外鬼 找黑衣人破窗偷錢 警方陸續抓到5名嫌犯 但車上放這麼大筆現金 究竟用途為何 都是警方要在調查重點 記者黃少鳴台北報導